賴曾坤在賴月頭有問老師 有關他的狗的長額又好好 今天就變成圖片中這個模樣 像說蕭皮又有丹波 好像睡午覺吧 困中島催催的 這種可能要小注意 這今年有時候 他會留到困中島 當然可能近一點點的狀況 例如說你水分太多 那麼再來一個有可能 就是這個狗的一個 這個我們同鄉 正教大概有兩個比較大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土壤的這個現存 這個涮糖的這個問題 那今年呢 涮糖波片都留得比較 比較早到 這今年這個溫度雖然有 但是因為比較有水分 所以今年的這個這個 涮糖的這個風景 你一定要提早 所以這很有可能 看起來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這很像是根流線蟲 那麼他在這個金布 受到這個 涮糖的一個這個金層 所以他就會這樣 水水煉煉 所以就變了 那個藏的改成的消化 就會翻紅 會不會大起來 但是這很多有時候 不是說只有涮糖 有可能的其他的這個東西 有一種 這個複合性的這個感染 那麼這個要稍微來給他注意 有的說跟歪起來看看 那麼今年這個大概不用去懷疑 你如果說有勞水煉 應該是沒問題 這很有可能 就是這個土壤線蟲 涮糖的這個狀況 那麼你一定要快 來幫他做一個處理 做一個處理 那麼我們可以 包括很多這些涮糖油 蟻沙蟻 這個什麼樣 這個土壤線蟲 一個這個溶藥 沙糖油 這個比較快 有的說 這個對著的 這個可以把它動 那麼配合 用一些這種 我們都會建議 提供朋友 可以用一點什麼東西 這個放線菌 這個放線菌 這個配合這個基丁值 那麼這個東西在管 他可以 因为放线 头中里面这放线菌 坐的时候 这个水糖的软 就会被破坏掉 就是说它会会破坏 因为放线菌 很爱吃这个鸡丁子的 这个水糖的两口 就是鸡丁子 所以现在就这些东西 就会被当作 动作是放线菌的 食物的来源 我们这个水糖油 现在目前来说 就是这个水糖油 基本上对水糖 没有什么太大的功效 没有什么太大功效 那么有一支 那天我们有说到 一支农药 佛派瑞 佛派瑞 佛派瑞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说法说 我们现在拿它来做 它登记是杀菌剂 杀菌剂 那么很多都拿它来做什么 刷派瑞的用 因为它这个东西对抗线虫的 这个规定里面 那么有认为它对线虫的 这个幼虫 那么是有击杀作用 就是说它堵出来 它可能 它不是怕疼 但是它这个 如果是在土壤里面 线虫的这个幼虫 出来 那么可能会有这个影响 所以目前这种的影响很好 那么但是有的人 还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看法 它说佛派瑞对于这个线虫 效果不好 最主要就是说 它这个幼虫对于这个疫病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作品 就有刷洞去遗害的时候 它有那个伤口 还有伤口是不是到疫病 更容易到这个疫病 荷根病 菌荷病 这些病害很容易到 所以一罐佛派瑞下去的时候 它会去抑制 抑制这个 刚才说 它本来就是杀菌剂 所以对这个疫病 对这些荷根病 菌根病 这个菌荷病 这种有一个白菌病 这种东西有一个抑制作用 所以你看起来 实际上对刷洞有好 所以现在有一次讲话是这样 实际上就是说 你如果知道它到刷洞 你把这个药子真的有好 它会有这种 它的为啥有好 就是因为 我们真 好朋友一定要了解到 这种刷洞的时候 的多数都是负荷性的 这个感染 比如说 有可能刷洞 但是一生对 可能白菌 可能亚伯 这些东西都会起来 所以你在管的时候 可能就要 尽量灌一些 这种疫病的姐姐 荷 比如说像 这个达妹分 亚托民 这种的姐姐荣药 当然如果灌这个佛派妹 这已经佛派瑞 这已经是 玩了算一个 在输用的当中 我们在说的 这个新出来的 这个药都比较贵 这个栋定的 所以很多 但是就是说 它对到根部的一个病害 我们如果是有刷洞的 这个疑路的时候 这个进步的部分 你一定要稍微 来给他注意到 注意到这个风环 那么有一些病害 也较容易 来给他这个发生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 在这个 这个症犯 就是说 在这陈子 有时候 他的稍微 很厉害 从在困难到这种症犯 这有的会跟你说 这应该是这个 成果杯 这叫切磕的 大概都是 很容易有这种 这个症苦病 那么 他如果是日式高温的时候 他会稍微练练 那么 他多两天 他就回起来 现在 如果还没日子 他就练练 后来就会 会开始 这个症犯 下症犯 但是 它下症犯 不会红症 一种就是会 它症犯 它的症犯 会练练 整个干掉 不是黄色的 它不是红症 会练练 会练练 它的症犯 会练练 脱落 不是超红症 这种 不是说 会欢迎 还是怎样 那么这种情形 这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 啊 这个 青苦病 这 啊 好朋友 一定要 稍微来 给他 这个 啊 这个 稍微注意 那么 在最近 哦 在这种 啊 在这个 天气的变化 哦 这种的 这个情形之下呢 那么 你若准说去查哦 那么 鞠子呢 有一种哦 鞠子呢 啊 有一种的 这个 啊 这个叫做 它有一个新的这个名称哦 那么其实 是 那个叫做 绰号 欧白河的哦 它叫做 子花病毒哦 啊 这个 鞠呢 啊 它 掉掉了哦 还会 爬会 练哦 啊 看起来 很像 原来 红色 还会 消脏 改成要消敏消敏啊 但是呢 它不是病毒哦 那是一种 啊 这个 金布出问题哦 所以你这一定要为金布的这个所在呢 啊 稍微来给你这个 注意到哦 这是在这里 啊 让你稍微做一个这个参考 那么你根部呢 啊 就是说 刷糖哦 这个先刷定哦 是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和刷糖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啊 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了肥 还是说那个鸡菜哦 比如说你尽情 啊 如果有台鸡菜哦 鸡菜台不借下去 啊 因为 温度较低 你效的时间较不足 你感觉说 哎 我就已经有时间了哦 今年啊 这个 晶替节的地温较不高 所以你感觉说 那差不多了嘛 应该可以 可以 啊 其实有可能是鸡菜 还没 啊 还没完全发酵哦 啊 现在呢 尽到这两天的隔温 还有水哦 他整个就发起来 啊 当然已经有发一部分 但是这两天的温度的加速 他的这个发感 也有这种的这个情形哦 所以你若是有用鸡菜 那么这个用过鸡菜 给你鸡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如果说 啊 很长 不超过45天 那么这很有可能哦 很有可能呢 啊 在牧前呢 会出现到这种的这个情形 咱们尽到这种情形 要怎样哦 这个啊 加速 刚才说到这些问题哦 第一哦 如果是这个鸡菜的这个问题 你不可能把鸡丁上来 对吧 那么你要保持适当的这个这个水分 另外就是说 啊 啊 在这个藏边把洞空哦 这个我们啊 啊 正的所在 甚至缺缺缺缺缺缺了 啊 那有空哦 啊 你在这个藏的旁边 又够到洞空了哦 不要让这个土呢 太多烧了 啊 不要让它完全吹掉了 这样就好了哦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啊 这个筋较败 哦 啊 这种这个鸡丁堡哦 啊 先冠一遍呢 这个鸡丁堡 啊 后边呢 你可以用这个啊 这个浅海绿灶哦 这种的啊 来给他 给他的金颇来给他这个回复哦 这大概是 如果是 可以去去上到这个鸡 哦 那如果是刷糖哦 刷糖呢 啊 你可以用这个啊 我们最近有一个这个限制级哦 那么 对刷糖很有功能这种的啊 他搭配到这个鸡丁的哦 啊 这鸡丁的最主要也是一个 沈海绿灶这种但是 他有做一个这个设计 他给他做一个配套来用哦 那么你用这样来给他 灌这个灌刷糖油啊 灌一些这个东西哦 这样起来呢 就有这种的这个效果 那么第三 第三是这个啊 这个金颇的这个病害 那金颇的这个病害 通常和刷糖有很多的这个关系啊 所以呢 你可能抵到抵抗糖以外根部病害哦 这通常是这个铺灰灵 有多年哦 那么这如果配合到这个达妹分也脱民哦 这以后呢 合适合搭配 那么 适合他灌 灌一边 到一般通常是两到三次哦 啊 适合他灌一下头呢 啊 适合他过掉了哦 这这样起来呢 啊 这个金颇的这个病害就较没这个问题哦 所以这在这让你稍微做这个了解到哦 那么 这就没办法处理你就是为 散打到金颇的这个病害这个问题 来给他这个作主意啊 那是水分的这个问题呢 啊 这也是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哦 就是说 啊 可能 这个饮水哦 并说大弱的时候有去它堵到水哦 但是看起来好像又不太是哦 但是 简单说就是说水分的管理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水呢要搭担有变化哦 绝对不可以去它堵掉了 那么这是在这里给我们 这位同学朋友 那么在整体这个管理上哦 先做这个参考啊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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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